什么样的论据,什么样的力量而导致我们相信了 胆固醇是身体里面的坏东西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美丽的频道,我是Emily林佩奇 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我们还是继续讲胆固醇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胆固醇它明明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质 为什么会被视为最大恶极呢 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论据,什么样的力量而导致我们相信了 胆固醇是身体里面的坏东西 而这个谎言呢,也欺骗了我们将近60年这么久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被骗的那么久呢 要揭开谜底,就要重塑一点点历史啦 40、5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心脏病案例突然间暴增 而且那个数据哦,还是越演越烈的那种状况 尤其是发生在正值壮年的美国男性身上 那在1955年,美国当时任职的总统 Einstein Howard,他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了 而且导致他有10天那么久没有办法到白宫上班 那这件事情呢,也把大众对心脏病的忧虑推上一个顶峰 在那时候的美国呢,就有一种危机感 就是大家都想要尽快的找出导致心脏病的成因 当时候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说法的 有的人说是因为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 那又有些人说是因为汽车排出的废弃而导致心脏病 其中来自Minnesota大学研究员生物生理学家Ansel Key呢 他就提出说,保护脂肪和胆固醇是造成心脏病的主要元凶 这个说法最为突出哦 后来这个说法有一个名字叫做Diet Heart Hypothesis 或者是Lipid Hypothesis之类假说 当Einsen Howard总统病发之后呢 Ansel Key就搭着专机去看总统 他就此一爆而红 那他在看总统的时候呢 就定制了一份低脂饮食的方案给总统 宣称是因为饮食而造成总统的心脏病发 但是他并没有提及 其实总统他是个老烟枪 那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呢 他的胆固醇值只有165 那Ansel Key在这件事上呢 有得到非常多的关注 那在1958年的时候 他就展开了一项非常大规模的实体考察研究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国研究报告 那这研究的范围呢 包括了日本、美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芬兰、还有Yugoslavia的 那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 Ansel Key展示了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显示 食用脂肪量越高就越可能得到心脏病 这个研究其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Ansel Key也因为这样被送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与此同时 人们对脂肪的恐惧也迅速的蔓延开来 但是其实Ansel Key的这个七国研究报告的结果 是受到蛮多的科学家的质疑的 因为据说当时Ansel Key其实去了22个国家进行研究的 但是他刻意挑选了一些能够为他的之类假说 佐证数据的一些国家显示在那个报告当中 那他也刻意的跳过那些不能为他的理论佐证的国家 就比如说法国人他们的饮食是非常高值的 他们吃鹅干啊吃奶油啊 但是他们心脏病的并发率其实并不高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芬兰 芬兰人的油脂摄取量是跟法国人一样多的 但是他的心脏病发率却是高过法国人了 所以如果照着Ansel Key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 完完全全的呈现在图表上呢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证明 饱和脂肪里面的胆固醇是引发心脏病的主要元凶 也可以说Ansel Key在七国研究报告里面 是操纵这些数据去证实他的假说是对的 那在Ansel Key进行他的研究一直到研究有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美国的心脏病呢是越来越严重 那在舆论和环境的压力下 美国议员George McGovern他不顾科学家们的反对 在1977年联合官方政策正式宣布 同时鼓励美国人要少吃脂肪 尤其是饱和脂肪类 George McGovern他在这个官方政策里面 鼓励美国人民要少吃肉 尤其是红肉 少吃全脂的奶制品 取而代之的就是蔬菜水果 还有骨类 那之后呢 在1980年 美国的农业部也颁布了饮食建议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食物金字塔 那这食物的金字塔 也同样鼓励大家要大大的避免摄取油脂类的食物 渐渐的我们也慢慢看到一些 零胆固醇或者是低胆固醇的食品开始面试了 比如一些玉米油 人造奶油 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 低脂或者脱脂的乳酪 还有一些 那这些农产品加工业和美国心脏协会 还有胆固醇的反对者 因着Ansel Key的之类假说 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胆固醇 与此同时 他们也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结构 那其他反对Ansel Key的这个之类假说的科学家 或者是正在进行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反之类假说的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其实是有被恐吓和霸凌的 那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补助金 他们的research grant会被取消的 当一个科学家的research grant被取消的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You are fired 后来在1980年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的一种物质是可以降低LDL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感固醇 Statin这个新生代的药物就此诞生的 那Statin也成为2000年代最流行的处方药 它也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商机 全世界有2亿2千万人正在服用Statin这个药物的 虽然早期对Statin相关的研究令人存疑 但是因为大家执意要对抗胆固醇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信条就是胆固醇的那个level越低就越好 美国在2001年发布新的胆固醇指南原则 那这个抗胆固醇指南原则 它把抗胆固醇的正常值调得更低了 换句话说 胆固醇不正常指数的人就增加了大概三倍 也就是从1300万人增加到3600万人这么多 那也就是说原本服用Statin的人 从1300万人增加到3600万人 而增加的2300万人里面 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并没有心脏病 而有人发现制定这个抗胆固醇的14位专家 有9位其实是跟制药厂有财务关系的 后来在2010年美国的饮食小组建议 一天所摄取的胆固醇 其实是不可以超过300毫克的 那300毫克是多少呢 也就是一颗蛋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把蛋黄丢掉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在后来来到2014年的6月份 时代杂志突然间在封面刊登了一篇 Eat Butter 为油脂洗刷罪名 那个封面上面是写着 Eat Butter Scientist labor fat the enemy Why they were wrong 我其实呢非常佩服时代杂志 刊登这篇文章的勇气 因为当初他们就是那个宣导 少吃饱和脂肪主流研究的那个杂志 如今他们把自己推翻 重新为饱和脂肪洗刷罪名 那后来在2014年的6月12号时代杂志 发布了一篇文章 里面附带了一个短片叫做 Ending the War on Fat 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和精彩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Google一下 去找这一个短片来看 后来呢在2015年美国饮食小组 它其实是同一个小组 之前建议我们的胆固醇摄取量 不可以超过300毫克的那个小组呢 它的研究报告显示 饮食中的胆固醇 是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的 那在2016年1月7日呢 美国政府修正了饮食建议 它取消了饮食胆固醇的上限 也就是说你可以吃超过300毫克的胆固醇 换句话说你可以吃超过一颗蛋的 美国政府修正它的饮食建议了 所以我们害怕胆固醇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科学家 Ansel Key 的之类假说害的呢 其实不止 因为真正的大人物还没有出场 在2016年的9月12号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 How the sugar industry shifted blame to fat 质糖行业是如何让脂肪成为罪魁祸首的 这篇文章呢是基于一名 UCSF博士Christine的学术研究报告 她发现了质糖业的机密内部历史文件 这些文件呢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大哥 美国糖业研究基金会 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他们从1960年开始呢 就资助了好一些的研究 目的就是要大众把目光从糖的身上 转移到脂肪或者是胆固醇的身上 那如果科学家进行相关能够证明 脂肪或者是胆固醇是造成新冠疾病的研究 那科学家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资金 如果科学家是研究糖对新冠疾病的问题的话 那这些资金就会被撤走 也就是说 质糖行业用资金的资助来去控制或者是影响科学研究的证据 那他们呢也从中隐瞒了高糖饮食会引起心脏病的这一类研究 那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特别容易买到这些高糖高碳水的食品 而且价钱还那么便宜呢 说到这里对于胆固醇的谎言 我们被骗了大概60年那么久的谜底几乎也解开了 我知道今天的影片有点长而且信息量也有点多 但是基于一些网友的提醒 我觉得我还要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关于Statin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 那Statin它的作用呢确实是阻止胆固醇的合成 确实有一些人群呢 他是必须要服用降胆固醇药的 第一就是先天性胆固醇代谢有问题的人群 就是其实我在第一集有提过的 那因为他们的胆固醇代谢有问题 那他们的胆固醇的level是比一般人高出三至五倍的 第二个需要长期服用降胆固醇药物的人群是 常年的糖尿病患 尤其是你的三酸肝油脂非常高 你的LDL是超标两倍以上的 同时你的HDL跟LDL的对比是偏低的 那你就必须要吃酱胆固醇的药 如果你的LDL是超标两倍至三倍以上的话呢 它其实很容易在身体里面被氧化的 尤其是你是糖尿病患 那糖尿病患的身体自由基是比一般人还要多 也就是说LDL在你身上发生氧化的几率是比一般人还要高的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未经过医生的诊断呢 你是不可以自行停止治疗或者是自行停药的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做医生 那也要再次谢谢这些网友的提醒和反馈 让我把内容做得更好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愿你们越健康越美丽越有智慧 我们下星期见